首先我們大概洗刷 洗刷煙區哦 我們現在的民調 這個有關於這個中大選民調 對是上禮拜先 我們大概是第一個先說出來 這個郭台銘贏這個侯友宜 但是小營 真的小營在3%的誤差範圍之內 但是值得注意的 確實跟今天牛台銘的民調一樣 的一點是 那時候做出來也是 如果是侯友宜的話 他是微微微服落後柯文哲 如果是郭台銘的話 是微微領先柯文哲的狀況 那事實上 你如果看大概最近這三五天的 密集性的有公佈的民調 大概趨勢都是一致的 就是說郭台銘大概微服的 超越了這個侯友宜 而且越晚公佈的超越的越多 我們做的大概還在3% 然後年代應該是昨天還前天的 侯友宜 這個侯友宜是28% 郭台銘是30% 大概也是2到3% 你看今天零傳媒做出來的 已經到了5% 這趨勢我們一直要強調說 事實上 當郭台銘4月份講說 給我一個月的時候 你又看那個趨勢就是 郭的趨勢是一直往上的 侯的趨勢是一直往下的 所以你會看到說 每一份民調的過程 大概都會是 郭台銘的民調越來越高 跟侯友宜什麼時候變成 黃金交叉 或者是侯友宜眼中是死亡交叉 其實只是時間長短的 或哪一個時間點的問題而已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到底我也不知道 國民黨的遊戲規則 這國民黨到底 郭台銘要贏侯友宜 5% 8% 10%才叫贏 才要提名 這個我們真的不得而知 這是國民黨自己內部的事情 但是我們大概也沒看過說 兩個人比賽 一個人說我要先讓你10% 然後你這樣你贏我才叫贏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情況 我們也覺得這樣子 其實也不需要民調 這其實真的是很詭異的現象 那第二個不管是我們做的 或者是今天林傳媒的做出來的 這個都出現一個很大的一個現象 就是如果是賴清德 侯友宜 柯文哲的時候 柯文哲都超越了侯友宜 像林傳媒你這邊看到的 柯文哲是21.74% 侯友宜是20.44% 雖然在誤差範圍 但是你已經看到了 今天如果是 如果就此時此刻 以這個民調來看的話 如果是這個侯友宜代表國民黨 你不要講贏賴清德 真的不小心你連柯文哲都會輸 柯文哲都會輸 柯文哲的民調 一直在我們的各式各樣民調 都很穩定的在兩層上下 那他那個移動 其實你會看到說 如果是郭台銘 他其實柯文哲的票 是移動回來給郭台銘 可是如果是侯友宜 其實你會發現 很多票就流向柯文哲去 所以其實這個是國民黨 另外一個隱憂 當你朱立倫一直在講說 要整合非綠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一個 你們國民黨內號稱最強 可是他不但沒辦法整合柯文哲 不小心還會被柯文哲 給整合掉的 這樣子候選人 因為志聖哥你看 你看現在侯友宜變成小三 投侯不如投科 這個不只是在林傳媒裡面 年代做出來也是這樣子 你看對侯友宜跟柯文哲來講 如果郭台銘跟柯文哲 的確郭台銘出來的時候 是可以吸柯文哲的票喔 但如果是侯友宜出來的話 你看他的票是被柯文哲給吸走的喔 所以這個對侯友宜來講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警訊 他真的一個不小心 就會淪為小三喔 是啊 就是從我們的到年代的 到林傳媒 三面民調都是呈現這樣的趨勢 就是侯友宜出來 不小心就變成小三 而且是被柯文哲所吸走的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真的很好奇啦 就是如果剛剛舉行講到的 今天晚上朱立倫要拿民調出來 要來擺平郭台銘的話 你想要拿什麼民調出來 那那個民調到底你做的標準 依據到底又是什麼東西 然後你怎麼說服郭台銘說 其實那個小三不會是侯友宜的情況 這一系列的東西 全部都是放在朱立倫面前的障礙 很大原因就是你的遊戲規則不清 然後你又讓這個 讓這個這個這個郭台銘 這一個月下面有假戲真做 弄假成真玩得這麼認真的下去 連韓國瑜都出來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怎麼樣收拾這一場殘局 就算這三天 我們其實大家就是拭目以待 看看他的民調 怎麼去說服郭台銘 民調有對比跟互比 現在你做互比 其實是比較沒意義 因為民進黨的對手已經產生了 民進黨確定是賴清德 當對手產生的狀況底下 我們內部國民黨內部 在討論說是誰比較強的時候 一定是要跟賴清德做對比 那各種的砂盤推薦 甚至跟柯文哲對不對 比方說假設 藍營內部認為說很有信心 整合柯文哲 姑且不論柯文哲 不想跟你整合 那某個人對賴清德 這是一種做法 另外一種做法就是沙喀都 你可能是侯友宜或郭台銘 加柯文哲加賴清德 這是比較符合現狀的 那有一個結論 剛才舉行講了這麼多民調 一個結論 就是打到今天為止 郭台銘不是不能打 郭台銘民調有起來 而且郭台銘現在 已經不是說 蘇侯友宜幾趴的問題了 是已經不只一份民調 郭台銘的民調 比侯友宜還要來得高 大家看喔 導播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是林傳明 今天最新的民調 他是2024的總統選舉 請問你目前支持哪一個總統候選人 林傳明這一份是網路民調 總共做了一萬七千七百九 一萬七百七十九份的樣本 那你看喔 如果是提郭台銘的話 目前呢 他輸賴清德十四個百分點 那贏柯文哲 大概是五個百分點 所以我現在要先講 你看還沒看到 侯友宜的民調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一件事了 柯文哲就算遇到郭台銘 柯文哲還是保有 大概二十趴左右的一個支持度 那這也是我們之前一直講的 柯文哲的兩成 無論對手是誰都不會變 那這就確實對我們民進黨來講 也是認為說柯文哲 其實比翔中的來得強喔 那可是當你看到 當對手換成侯友宜的時候 剛剛郭台銘有二十五趴對不對 侯友宜居居然降到剩下二十趴 他跟賴清德的差距來到十九趴 他跟柯文哲的差距 甚至是柯文哲比侯友宜多一個百分點 當然一個百分點沒什麼意義啦 在誤殺範圍之內 可是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此時此刻提侯友宜 侯友宜已經沒有絕對迎客問責了 所以過去大家一直在講說 國民黨提了誰 有可能讓國民黨變成老三 在兩三個禮拜以前 甚至一個月以前 主流上面國民黨人都認為說 如果提了郭台銘 郭台銘比較弱 可能會讓郭台銘變成是老三 可是現在反而局勢逆轉了 很多份民調做出來變成是 侯友宜出現的話 反而柯文哲會贏他 侯友宜變老三 那我最後要講 剛才這是網路民調對不對 我們來看另外一份 大家比較少討論的 年代的民調 年代的民調是電話民調 我們來看如果是侯友宜是什麼狀況 侯友宜的狀況 所以是傳統的電話民調 賴清德33% 侯友宜28% 如果此時此刻一年代 這份民調的話 賴清德贏侯友宜5% 我認為這份應該比較符合 大家的認知一點點 可是柯文哲一樣喔 大家有觀察到嗎 19.7%代表網路民調 電話民調 柯文哲都是兩成 好 這是侯友宜的部分 可是讓大家非常訝異的部分 是 如果 如果今天變成一樣 沙喀都的狀況底下 變成郭台銘是什麼情形 郭台銘是30% 賴清德是33% 郭台銘的民調 比侯友宜還要來得高 這個事情是非常非常訝異 就連傳統的電話民調 都是如此 那你今天變成 沙喀都的狀況底下的時候 甚至提郭台銘喔 柯文哲終於有變化了 柯文哲的民調 代表降到了13% 觀眾朋友 我們剛才講了 那麼多份民調下來 柯文哲他都維持在兩成 但是當年代這份做下去的時候 郭台銘的民調來到三成 柯文哲來到一成三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就算沒有整合 就算國民黨跟民眾黨沒有整合 提了郭台銘之後 有一部分的柯文哲支持者 沒有留在柯文哲 而是留去郭台銘 而郭台銘調 反而比侯友宜還高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郭台銘過去一直在講的 挺郭台銘的人一直在講的 除了自己的民調以外 誰可以整合反民進黨的力量 那依照如果年代這份民調 現在能做到這件事情 並不是侯友宜 反而是郭台銘 那我最後一個要講 那如果真的萬一他們整合成功呢 柯文哲突然有一天發現 我那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那個零點零一 柯文哲不選總統了 會發生什麼事 我給大家看一樣年代這一份 郭台銘四十趴 賴清德四十趴 兩個人會打平 可是當你看到侯友宜的狀況底下 我們本來因為侯友宜 應該要贏賴清德一點吧 依照之前民調 結果沒有耶 賴清德四十一 侯友宜四十 反而賴清德還贏侯友宜一趴 我要講的結論是 今天晚上朱立倫跟侯友宜 還有郭台銘如果真的見面 到底要怎麼拿出讓人信服的民調 因為現在我剛才看到這兩份 都是郭台銘顯著的比侯友宜強 但是也有一些民調耶 是侯友宜強耶 你看這份民調 差距還蠻多的 是那個台灣民意基金會 我們來平衡一下 台灣民意基金會呢 他是用互比啦 當然我認為互比比較沒意思 可是他用互比民調 侯友宜拿四十二趴耶 郭台銘只有二十九趴 侯友宜碾壓郭台銘十幾趴耶 這代表什麼意思 不同的機構做 出來的差距跟出來的狀況 天南地北 南遠北側 這就符合朱立倫說 我要找國民黨裡面最強的人啊 你看如果用互比四的話 你看侯友宜是不是比郭台銘強 如果朱立倫今天拿出這一份之後 郭台銘不就閉嘴了 沒有 郭台銘會拿出對比 對比我多數比較強 所以朱立倫最後就會看怎麼解決 朱立倫只能解決 把之前講什麼耐打度 把是不是什麼會內總指塞 戶外求援 這些東西沒有任何一個參選人 花了這麼多錢 花了這麼多時間 做了這麼多的動員 而且不是他個人耶 底下國民黨都已經兩邊 兩邊的支持者都歸對了 現在你想我亂講 炎清彪當他跟郭台銘站在一起拍照 這要付出成本代價的 是政治上的成本 今天當郭台銘辦那麼多場造勢活動 誰站在台上誰支持 這不是單純錢的問題 是自己政治上面挺誰的問題 所以朱立倫我認為這一題非常非常難解 而我可以大膽預測 除非侯友宜從一開始 就跟郭台銘講好要演一齣大戲 但我認為這機率很低 而這一場不是戲 是真的 最後怎麼整合 我覺得是國民黨的超大難題